然後快被客人認出來的時候 趕快衝進那場廚房 最近有跟小宗就是有上他的褚藝節目嘛 那就是很多粉絲看到之後就說 啊香芹是不是可能還有一些合作的可能 或是你的戲劇作品其實大家都蠻期待 因為我一投入戲劇就會全身心投入 就會 對我覺得我現階段先專心期待小寶寶好了 小寶寶計劃還好嗎 就像大家看的 怎麼肚宅是很平 現在疫情變嚴重了 那跟老公是分開的嗎 也兩地相隔 對不過反正我們會試著用各種方法 對 你們這樣分開多久了 其實還好就是從以前一兩個月的單位 變成幾個月一次見面 我也有印象是蠻特別的就是 我有一個小學六年級時候的筆友 其實我們很靠近 我在十二班他在九班 我們是筆友 然後後來他很早結了婚 生了小孩 然後最近開咖啡廳 算是嘗試人心的第二種不同的生活吧 然後我去他的咖啡廳打工 打了幾天 然後很開心 從小學到現在 對都一直有聯絡這樣 然後快被客人認出來的時候 趕快衝進那一場廚房 再來哪邊附近 當然森林公有附近 就不會再去 不會 我就打這四天公 你知道是前面找不到的人 我去幫忙 你是有僑勞嗎 還是 有啊 可是我都捐到那個 結帳台的那種 給狗狗的 給老人的 給什麼的 我全部捐進去 實際我160喔 還沒長 今天還沒長到160的時候 我就160喔 才多兩塊 這妳是大概是外場的嗎 還是做咖啡的 我第一天在那一場 洗了好久的碗 跟沸了好久的料 我覺得 我第二天就買護腰了 後來發現我適合到處跑 連間外場一起跑 還有收銀台跟做咖啡以後 好多了 不能固定一個動作 這是什麼生活的事 去打工嗎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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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勞工回去之後 然後就去打工 是嗎 對耶 寫不下來喔 你有話想說 卻苦無發生的管道嗎 你對事情有不同的見解 卻無人傾訴嗎 年輕學子們站出來 說出你的想法 讓我們聽聽年輕人的心聲 鬧便風下 強力徵求學生辨識 只要你敢說 我們就敢要 趕緊拍攝影片 然後發送到我們以下的信箱 就會有專人跟你聯繫 還有還有 別忘了訂閱我們 鬧便風向的YP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喔 各位朋友 鬧便風向 趕嘴就來辯